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在西方媒体当中几乎所有人都在讨论什么十九大入常的问题 我的个人的眼睛里我一直说这是一个荒谬的 荒谬的但是又会引起点击量引起人们关注的说法 原因很简单 习近平在2016年的年初自己统领中纪委 自己统领中纪委 他在中纪委六中全会大概是2016年1月11号12号召开除 他先上去发言 然后就等于变相的给中纪委下达了2016年的工作计划和打击目标 打击谁具体人没曝光没说 但是他有他的工作方向 对吧 所以后来人们说有人评论说 王岐山就像党编一样 党编就是王岐山在肃清九千万党员当中的腐败分子 其实不是的 对吧 其实不是的 到了2016年是习近平使用中纪委打击所有党的机构 和党员 官越大他越大 打小官他够不着 太远 好 那打大官为什么 这就是他上台能够使自己本身安稳的最根本的需要 保命的根本的需要 那在这种打击的过程中 特别是你看中纪委巡视组走到哪家算哪家 走到了港澳办 港澳办主任王光雅 出来说诚恳的接受中纪委的训斥 打到了公安部 公安部部长出来说 就把姓郭的 说非常诚恳的接受中纪委巡视组的要求 连哼哼都没有 打谁是谁 我就觉得挺奇怪 中纪委巡视组没巡视政治局常委 好 政治局跟政治局常委也是个组织类 好 也是个机构类 没巡视他们 但是他巡视了所有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 统领掌管的各个自己的家里面的部门 这是要命的地方 对不对 连他们家的浴池都给查了 咱就说了意思了 当被查的时候 大家都说啊 谢谢谢谢 我们我们要改变 我们要改变 所以这种做法本身延续到了8月30号那天 8月30号是中纪委对这个港澳办进行巡视的最后一天 承报在那天站出来打击梁振英和中联办 那才邪门呢 那是非常明确的做法 也就变成了承报跟这个中纪委是联手的 对吧 是联手的 自那开伙之后 结果到现在 直接表明江泽民 江泽民的心腹 那刘云山 那刘云山 张德江 借助港澳办 借助人大 来故意跟今天的主政者导弹 所以他就表明在中共中央是拥有两个中心 刘云山 张德江 以执行江泽民的意思 拥有了一个在政治局常委当中的实际核心 而习近平被选上来 当他上来之后 他面对的是被这个核心整个吃掉 所以才出现了一个习核心的说法 那承报呢 衰开了就是完全是不计任何后果的 与这个中纪委变成了相辅相成的概念 打击这个张德江 打击刘云山 这是非常有趣的 昨天那个报道当中 我看他照片上 给这个刘云山 带了一副墨镜 墨镜的眼睛上写了江子 也就是说 刘云山眼睛里只有江泽民 没有习近平 结果今天 承报的投缘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全国人大私藏小金库 那张德江穷途末路 我觉得这就非常有趣了 对不对 打完张德江 打刘云山 打完刘云山 再打张德江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故事 而且列出了七宗罪 四点建议 那也就变成了 承报成为了这个 公布张德江 刘云山 港澳办梁振英 罪名的一个渠道 一个方式 而他的身份呢 是香港媒体 老媒体 结果他的老板呢 是大陆生意人 而他的文章呢 是老板直接拿给编辑部说 登 就完了 编辑部根本就 好 我连写文章都不用了 总编都不用写了 每天给文章 然后我给你登上 我就该喝茶喝茶 该吃饭吃饭 还有奖金 因为 承报自从登了这种文章之后 那 他的销售量暴增 挣钱 这事儿谁买卖 这买卖不干 对不对 都会干 反腐工作令人看着痛快 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声令下 中纪委王岐山秘密出招 够快够狠够准 秒杀 头也不回 手起刀落 没说写文章 没跟着说 我们金日点机曾经提到过 对不对 腰斩啊 这个了 那个了 那他这种做法 比咱金日点机写的还火爆 金日点机好歹 我们是延续了十年时间 这就是我们的风格 他承报不是嘞 对不对 他老板还在国内嘞 所以这是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文章提到说 中央巡视组近日公布 对人大常委会 机关党组的反馈 专项巡视结果 发现拥有私设的小金库 经常发生公款旅游 公车私用 铺张浪费 表明会交给中纪委严肃查处 那人大是由张德江来统管 政治局常委 那早前在辽宁揭示出来的 人大会选丑闻 那都与张德江直接相关 所以人大出现了叫 集团式贪腐的状况 贪塌式腐败 他出于叫集团式贪腐 那作为张德江 他的意思就是 这是集团老板 更有趣的是 六中全会将在下星期一 到星期四北京召开 修正党内监督条例 加强反腐 由于涉及到 港澳事务的官员 躲在了江泽民的保护伞下 贪腐问题严重 那香港市民特别期盼 打下货港老虎 江泽民保护伞 保护张德江 刘云山 货港老虎就是他们俩 Step into a divine land full of ancient wisdom and timeless beauty where heroes become legends goodness always prevails and the door to the great way is open a lost culture returns when Shen Yun takes the stage for showtimes and tickets visit ShenYun.com 文章提到说 中央巡视组针对的问题 那张德江难辞其咎 众所周知 港澳办长期被江泽民的心腹 廖辉把持 他任内善以权谋私 广交富豪 退而不休 而作为廖辉 依然要依靠着台前的张德江 以港澳协调小组组长的身份 全寝朝野 暗中联系张晓明 中联办 这是前后他再一次 把这个故事拿出来 他把这些故事拿出来的原因 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江泽民 城堡打击整个江家体系 以江泽民为首 而感动了港澳体系当中 那实际在 实际是在他的实权的过程中 在他实际操控过程中 曾庆红已经死了 港澳体系当中 曾庆红的身影 其实是最深厚的 对吧 所以我跟大家提醒 2014年 真正开始向习近平发难的是曾庆红 对付贪官 习近平采取杀一惊百的概念 中纪委宣传部 及中央第二台联合编制了八级电视剧 专题片永远在路上 设计到十八大以来四十多个典型 里面包括了周永康 薄熙来 徐才厚 郭伯雄 令计划 苏荣等人的案子 所以这里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 如果从周永康一直捋下来 周永康 薄熙来 郭伯雄 徐才厚 对吧 那今天在六中全会开会的所有的官有几个你能超过他们的 如果你超过不了你今天踏踏实实跟我说话 踏踏实实告诉我你干嘛 所以国家主席习近平杀中共的高级官员 这已经成为一种事实了 张德江已经穷途末路 在这个背景之下还接见了香港的公务员相当讽刺 中纪委应该严查祸港老虎 所以这是给六中全会铺垫 因为承报拿出来的内容去应景了中纪委针对港澳办的做法 所以这是非常明确说六中全会谁会死在那里了 也在昨天中央巡视组说公安部反腐不利 需要整改 细节不多 他这里都是一些比较表面的东西 他讲说一些官员在工作中缺乏政治敏感性 这是说的 反腐不利 而我们知道公安部是这个周永康完全统领的地方 在执法方面存在着软肋 在一些警察和官员不能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等等 我自己认为 作为公安部从周永康下来之后不知道被整了多少回了 那这里面这个时候对公安部巡查的结果在六中全会前拿出来 完全是为了压场的 是为了压场的 目标不会对公安部有什么做法 压住公安部的一些心怀叵测的人 为了在六中全会那习近平王岐山要做的事情 作为一种铺垫和压场的仅此而已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